SBO開拔花蓮縣立體育館 富邦勇士與金門九場的矛盾大對決 後山登場 戰績分除兩個集團 兩隊各有所圖 勇士想要鞏固成兩名領先位置 而金九則不想成為季後賽7搶6的漏網之魚 但來到風光明媚的後山 金九顯然水土不服 開賽前兩分半中 一分未得 反觀勇士除了陶瓷守潔猛紅10分 本土球員所貢獻的團隊戰力也不容小覷 這次防守創造快攻機會 往前一調找到陳笑容籃下露一排出手 兩分要到 勇士開賽就冠軍一波15比4的猛攻 收接打完取得23比13的雙位數領先 上半場富邦勇士繳出超過4成7的高檔命中率 完全打爆對手 加上金九自己半場也發生多達13次失誤 更是陷入苦戰的主要原因 在一月單月MVP Brian Davis 手感普通的情況下 陶瓷完全釋放了在禁區的載制能力 前兩截轟下了21分 全場29分14籃板 即便是第二截終了 前宋宇軒從45度角 表進這顆鴨哨打板3分蛋 富邦還是帶著42比30優勢 進入下半場 來到第三節 金九終於蘇醒 魔鬼大廚帶頭衝 包含這支Elbow Jumper 單截轟下了10分 下坡進攻 金九快速推進宋宇軒強攻進區 扣在對手身上還埋到犯規 完成3分打 並且把落後鎖小到個位數差距 開截一波是3比6的攻勢 追到只剩6分差 不過勇士馬上證明 對手是在做無畏的掙扎 吳戴猴中距離出手穩定軍心 而吳勇人的高難度 巴澤比特得手 更幫助勇士在3分鐘內 回進13比5攻勢 要回雙位數領先 三節打完62比48 勇士就此揚長而去 周長以82比63輕鬆贏球 送給金九五連敗 晚點軍注目綜合報 馬 obwoh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